湖南长沙的网友巴一情怀提问 美国此次向沙特派出这么多的防空反导武器 能否避免石油设施遇袭事件重演呢 我认为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保障沙特国内的这些石油设施的安全 因为此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爱国者系统 在这种袭击事件当中可以说已经掉了链子已经丢了面子 那么现在呢把爱国者包括萨德部署到了沙特的境内 也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防护住沙特的一些重要设施和敏感设施 我认为主要是沙特想让一些美军的士兵和他的部队在他的国内当肉盾 让他的对手投鼠忌器不敢攻击 美国嘴上说是向沙特适度增兵 但是从派出的兵力和兵器数量上来看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适度这个范畴 那么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我认为他就是在针对伊朗 大家已经注意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 但是围绕伊朗 美国正在构建这种军事围主体系和军事包围圈 那么沙特境内的这种美军的作战力量在不断的增多 针对伊朗境内的这种制约能力 包括这种威慑能力 其实是在提升 除此之外呢 增派更多的军队 美国也可以向沙特要更多的保护费 其实沙特在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方面 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差钱的 嗯 谢谢大家